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LB還有Twitch 那在今天10月12號下午 接近傍晚的時候呢 台灣這邊的代理遊戲總址 要確定代言天地劫手遊啦 然後連官方都已經有稍微製作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邊還有官方的頻道啊 Youtube的官方頻道跟FB還有巴哈 我們點看看 Youtube現在目前只有 只有一支影片 就是手遊的首支影片宣傳 那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拿在之前大師的介紹之中 都已經有給有錄過了 因為在錄冊的時候就已經有公布 所以大家都看過 我們就不特別看啦 那他的FB呢 在這裡 天地劫啊 這天地劫這三個字 他應該都是打手遊才對啊 然後他今天一公布就有400多人按讚 跟469個人在追蹤了 還蠻厲害的 好 然後他的粉絲專業的經驗日期是10月5號 然後後來我進去看了一下發現他4天前就已經 就已經有公布了 10月5號就有公布了 所以他就有暗示了 暗示說 應該是 應該應該是說 暗示台灣會上市啊 那還沒有說誰誰帶 不過他前面這個預告啊 你看喔 這裡就 這句話 夢幻模擬戰團隊最新逆座 不過這個也不能代表是遊戲種子 遊戲種子代言啦 因為夢幻模擬戰就是子龍團隊所 所開發的 戰旗遊戲嘛 的IP啦 夢戰的IP 然後 他最新逆座就是天地劫嘛 OK 然後在4天前這邊有稍微講一下 然後也有宣傳的網址 那宣傳網址 我猜啦 就是 珠王神記這邊都還沒有的東西 然後是10月12號才公布的 然後這邊才有寫 結果發新聞稿 然後這邊才寫 華文RPG巔峰神作天地劫代理全確定 那是今天才確定的 遊戲種子娛樂有限公司宣布 取得夢幻模擬戰手遊研發團隊 呃 子龍工作室最新逆座天地劫手遊版 台港澳代理拳 天地劫系列是 漢唐國際在90年代零發製作出的 經典武俠遊戲劇作 那封名的 開港澳東南亞等區全球花人 然後快智人口的故事 老實說啦 其實 真的知道這款遊戲的人 真的真的算很少 因為天地劫當時 剛好遇到仙劍跟宣言劍那個時代 是根本就是被 被鴨子打了 所以知道這款遊戲的人 老實說真的是賺少數啊 好 那有別於當時主流遊戲 常見的政邪洋翼 第一集之中的善惡 並不那麼兩極 劍邪陰千陽曾經是個英雄 那他 那他對世界失望的 並不是除之不盡的罪悟 而是冠冕堂皇的正義 夏侯宇網救昌生獲得的報酬不是感謝 而是與所愛之人千言的別離 史詩節世界觀以及愛情 愛恨情仇的揪心劇情 遊戲角色細膩的人性刻畫 融合豐富的遊戲設定 讓天地劫在玩家心中 不只留下刻骨銘心的體驗 創造了無比真實又扣人心弦的架空世界 也締造了在華人武俠遊戲上 無法取代的地位 如今天地劫 將以更精美的畫面 更撲朔迷迷的劇情 在手機裝置上重現 在此邀請各位一同拭目以待 然後啊 就是據說天地劫手遊裡面啊 會有優惠後面的劇情 也就是說 會講到冰璃的事 後續啊 冰璃後續的事情 然後呢 霸劍蕭雲露啊 也會講到 冰璃後續的事 也就是說 手遊跟霸劍一定會衝突 但是 原作嘛 原作當然 就是 天地劫的老玩家們 一定都知道霸劍蕭雲露 才是正統的 呃 的故事啊 對 啊 這個 啊這個牽涉太多了 然後就是 它的底下 我移一下 它底下有 Logo啊 就是遊戲宗旨 智光科技 和能國際 跟子龍公眾室的 Logo 就是這四個 四間公司嘛 那 原本的那個 原本的什麼 啊 原本的 製作人啊 已經不在 漢堂公司裡面了 因為漢堂已經被 後來改名成 自樂堂嘛 然後 又離開了 離開了 原本的公司 現在是 人在大陸的樣子 然後在大陸製作 霸劍蕭雲露 也就是天氣節 神魔之傳傳之中 吸引玩家除了故事以外 最重要的還是戰鬥系統啊 那 有玩過天氣節的人 相信也有玩過夜龍騎士團 就是漢堂國際 這兩大作品 那還有阿瑪迪斯戰記啊 疾風少年傳啊 還有那個 自命武力 這是 疾風少年傳是RPG 那 自命武力 跟阿瑪迪斯戰記 都是 炎龍騎士團 都是戰棋RPG 那那時候我就有玩過 自命武力跟 炎龍騎士團的系列 的作品 好 那 既然台灣這邊公佈了消息 那我相信台灣在 在不久之後 應該就會有一些消息 公佈 可以公測 或是封測之類的 那目前 大陸那邊是 十月二十二號 第二波封測 對 好 然後除了這一個啊 我再看一下其他東西 這邊 好這邊是 作為官方正統續作 天地結 索游將重現原作三部曲的龐大劇情 同時加入索游原創角色開啟新篇章 故事從十輪宮裡的新鬼刻盤 遭到黑衣人 搶奪 而被擊破 碎片事實上開始 新鬼刻盤的碎片 引發巨大的黑暗力量 十 災禍降擬人間 十輪宮的基 巧思阿良 壽命女師傅 與師傅 與師傅前往西日 阻止黑衣人的陰謀 途中結束了神命的金盟少女 與和天玄門的少主 而壽命也將帶你一起走向更危險的道路 這個金盟少女就是地界幽記的後代 老實說 那個金盟少女實在是不 那個形象真的不太像地界的人 手遊類型與第一代神魔至尊傳同為戰棋類玩法 每一關卡都考驗著玩家如何布局 除了善用英雄天賦及五行屬性才能立刻強敵之外 戰鬥中可以觸發追擊、連擊、閃避、斬殺等策略戰術 讓玩家更有多變的選項 在手遊當中的缺點 就是沒辦法像單機版當中可以用SL鋸大法 這是完全機率性去打 靠贏的運氣 好 這邊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了 所以這邊就這樣子 目前官方說會將陸續釋出更多遊戲世界觀 請鎖利引天天解鎖由官方網站也移 Facebook粉絲專頁 好 珠王神經目前就有這兩個 然後我們看一下巴哈 巴哈有什麼 巴哈目前 巴哈是討論區的 目前是討論區 它已經建好了 然後這是有語音啊 跟一些 這是什麼 這是宣傳這樣子 代理商遊戲中指 就確定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啦 喔對 然後這邊它的 這邊好像有角色介紹 那角色介紹 之前我們大師也也錄過了 這幾個角色 等一下 這幾個角色 也有介紹給大家了 所以就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它這邊有動畫 這邊也自己太小了吧 然後賓禮 欸 我這些CG圖是沒看過 我賓禮這個圖 這個奶量不太對喔 賓禮的奶量 奶量有這麼大嗎 好 好 我賓禮聲 OK 這些都看過了 好 賓禮已經看過了 然後硬件品為什麼沒有 我比較好奇為什麼硬件品沒有 那硬件品被卡掉了 這樣 OK 有了 它是 跳來跳去的 喔 好 我賓禮旋機阿良 阿良就是本作的主角啦 它這樣沒有介紹 目前只有這樣而已 好 這邊還有 大獲利的戰鬥演出 我這邊也介紹過了 所以就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HDR 真實 真實觀影渲染技術 帶來磅礡血池戰鬥場景 一同體驗熟悉又有吸引的遊戲畫面 它底下我會放上這個官方的網址給大家 給大家看 那我們再去 再去自行 自行自行 自行觀看啦 OK 大致上就這樣子啦 好啦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 Ig FB還有Twitch 然後最後呢 就是如果 如果 如果就是 大家真的想要跟大獅一起玩 然後加入公會的話 那 有觀眾建議我說 要不要開一個群 給大家一起討論 那目前的話 我是請向用Discord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新的方式 也可以推薦給大獅我來參考 那我們再一起遊玩天競節手遊吧 好 謝謝大家 掰掰